大家好,我是米奇奥斯 距离上一次做科技评测 好像过去了很久很久 实在抱歉 因为回国之后 从科技博主略微的调整一下方向 最近一直做直播带货什么的 但是今天我们好东西 你分享不能停嘛 废话少说 我们来体验一下 苹果新版的MacBook Air M2版本 走起来 那今天的我们换手方式吧 我们忽略所有的参数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于 一些人是没有用的 我们这个视频的面向所有人 男女老少小孩子 苹果MacBook Air M2版本 那听名字就知道 他用了一个全新的芯片M2 那简单的说 这个M2芯片的性能 我测了一下 看了一下那个分数 你们可以简单的忽略一下 这个分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上一代M1相比的话 其实提升很有限 毕竟在制作工艺上 没有太大的革新 而之后 比如说再过半年一年 之后的芯片 才是真正意义上了下一代 我们这一代算是一个过渡 但是这种过渡 值不值得买 是我们这期视频探讨的重点 我们来说说笔记本本身 我开箱的时候 实话说 当时说了些话 你们要听一下 我呢没有办法 只能选这个版本 后来瞩目了一下 真是这个版本才合适 就等待了很久 距离这个发布置期 过去了一个多月 才发售 这东西是山上来迟 为了展示效果好点 我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个呢 仅仅是一个30瓦的充电器 这没什么用 估计以后用不到 真是五月黑啊 贴哪呢 又不知道 这是苹果啊 第一次出现这个配色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配色 我建议大家不要买 千万不要买 我是没的办法 我要买的话 买新光色的 对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剪头发 你看 过了好几天 这个颜色 真的是一个指纹收集器 那我在使用过程中 尤其是户外的时候 这个五月蓝啊 实在是让人够呛了 个人不推荐 依旧不推荐 但是我们抛开眼色 收入它的设计 首先它非常轻薄 你跟手机放在一起 我告诉你啊 还挺搭的 它比手机也就厚那么一点点 所以它最大的特点 其实就是它的轻薄 可是这种轻薄 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便携吗 那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由于我之前 已经习惯了在户外用 iPad Pro 搭配这个键盘去工作嘛 比如说写文章也好 这回复信息也好 我觉得那个更方便 主要原因是iPad Pro呢 它是自带5G模块的 那MacBook Air 它真的是主打轻量级 可是它呢 缺一个很好的上网方式 当然了 我们平时手机不离身的 你可以通过你的苹果手机 直接一键上网 但是这样以后消耗 手机的电量 我觉得其实 既然主打便携 那应该 如果可能增加一个5G模块 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它没有 那这是一个遗憾 那其余呢 键盘方面要说的是 用过一段时间 我经常写些文章什么的 整个回馈力度还是不错的 跟之前的相比 就是跟上一代 个人觉得 就是键盘 这个回馈还是略选的 有点生硬 就是有点硬 再软点的话 我觉得更舒服一些 当然这是纯粹的个人喜好 整体键盘的质感 在去除掉touchbar之后 就是那个可触的 说实话 那个触控板我也喜欢 各有各的优点 去掉之后 当然 机身更加轻薄 技术上也好突破 整体来说没有问题 MacBook Air 这次呢 很好的一个升级 加入了一个磁吸充电 那这样的话 可以把它为数不多的 两个USB4的一个 充电口流出来 给我们用作其他 但是在右边这个插孔 3.5毫米耳机 我觉得这个插孔 也算是个过渡了 我相信未来 多数都是无线 无线连接 屏幕方面就不用说了 在MacBook Air里边 也是有史以来 它这个系列当中 屏幕最大的 看到那大刘海了吗 我觉得还是挺爱演的 但是毕竟 屏幕更大一些 你爱演也没关系 上面配了一个 1080p的宝度摄像头 说实话 我压根不想用 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基本上不用 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 很多人就吐槽说 为什么 笔记本上的摄像头 总是不是很高清的 这是跟我们用户 使用习惯是绝对挂钩的 我们平时都用手机 视频的话 拍照也用手机 而真正电脑上 用的机会太少了 用的话也就是视频会议 你也不会干点啥 对吧 能玩游戏吗 其实每次谈到 苹果笔记本 跟游戏不沾边的 但是这两年不一样 苹果有了自家芯片之后 在游戏的运行处理上 还是有挺大提高的 这个笔记本是没有风扇的 我真的用它测试了一下 玩这个古墓丽影 你要知道这游戏也算是3A大作了 整体使用过程中 在合适的配置下 分辨率设置和图显设置下 竟然可以有效流畅的运行 实话说 你用它打打游戏是可以的 配备了全新的这种发声装置 就是音响 它没有风扇 它是完全静音的 你玩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清晰的听到游戏的音效 这一点在很多游戏本上 你也体验不到的 另外如果说你真想玩游戏 苹果那个2K 它那个游戏服务 它自己的游戏 那游戏效果非常的好 无论是音效 画质都是很棒的 我相信随着这个新版的操作系统 苹果之后 会通过它家自身的芯片的优化 在游戏方面 占有一定市场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说的话一般都会应验的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 现场的一个实录 来简单听一下 这款笔记本 让我惊艳的地方 就是它外放音质 非常棒的同时 配合着惊艳的屏幕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看看用这个笔记本电脑 能不能看电影 还有更好的实情体验 出品的屏幕 出品的屏幕 怎么样 屏幕表现还不错吧 其实这屏幕呢 在户外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挺清楚的 苹果一直都拥有 非常好的一个操控体验 在这个笔记本档上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不说其他太多的 什么硬件配置 什么什么 我就单纯的最后总结的时候 说一下使用感受 以及它的卖点 要不要买 怎么买 很简单 它有卖点吗 它的卖点非常多 第一个 MacBook Air系列当中全新设计 就是这一次苹果笔记本全系 那个产品件 升级换代当中 它是最轻的 最薄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使用体验非常的好 第二个 它是现在 轻薄笔记本当中 可以接触到专业领域当中一个配置 我用它还剪辑过视频 但是没有拍出来 真的它的反应效果还是相当快的 它可以把配置堆很高 你说跟专业笔记本差吗 不差 它还没有风扇 真的它的运行效率 在轻薄本当中 无人能敌 第三个 它是学生学习 专业人员 临时办公 以及少部分的游戏玩家 可以触及的产品 MacBook Air这个版本 它像是一个 把一个专业的笔记本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小型的 可操控的 便携式笔记本 它的能力其实很强 你看你怎么用 它是一个很全能的笔记本 这就是它的卖点 怎么买 什么配置值得买 我个人觉得买它就买最低配就好 是 我们有些人说 最低配的硬盘运行速度是不是很慢 我还正测试过 硬盘速度确实是不如上一代 如果说你买256GB的 那可能很差 但是我鼓励你买256GB的 因为这个笔记本的定位呢 它是很专业 但是又不能处理到很高 毕竟是没有风扇 在平面设计领域 差不多 你可以做很多临时性的工作 在视频编辑领域当中 它依旧可以承担重任 虽然说它运行慢 但是CPU的能力 是完全可以处理4K 乃至8K视频的 第三 移动办公组 它这个整个软件和硬件的优化 让你在半公里当中 真的是如鱼夺水 没有任何的问题 第四个 它续航时间很长 真的这一次续航时间太长了 我拿回来之后 用了好长时间 第二天才充电 充电速度很快的 第五个搞音乐的一定用它 你要知道一个笔记本 如果你在录音过程中 有风扇的声音 风扇底噪 那会影响我们的发挥 所以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DJ 你是一个爱唱歌爱录歌的 它是首选啊 静音环境下工作实在太棒了 它的用途真的很广泛 这边也不多说了 那希望大家就买了这个笔记本之后啊 记着一定要会买 要买就买最低配 不要把配置堆上去 一旦配置堆上去 首选MacBook Pro 14寸 M1 Pro系列 因为这个是 这个笔记本当中 如果你想让它在性价比当中 占有一些之地 一定买最低配 你配置高一点 没有什么性价比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 我就喜欢 用非常非常轻便的方式去工作 那我管不住你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对这款笔记本的一个评价 使用体验 实话说 如果未来我要去选 一个非常便携的 你是用MacBook Air 还是用iPad Pro 我可能更多情况下 基于我自己现在的工作 我可能会选iPad Pro 因为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 好像不是一个视频创作者了 我变成一个直播带货的人了 那我很需要这个 iPad Pro去工作 但后来我想了一下 其实MacBook Air 加上iPad Pro 这两个放在一起 这才是真正一种工作的组合 他们很接近的 那今天只是讲述一下我自己的感觉 那这个笔记本呢 整体来说呢 是值得各位购买的 如果说你们有机会 买这个星光色 漂亮的不成样子 好了 我是米奇奥斯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关注 点个赞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